看人家在那邊投 最高的投 網路上面都會有消息 就會有人喝過 就有些人評價都不錯 就會想要試試看 那個口感怎麼樣 一罐接著一罐 業者捕獲的手沒停過 因為早就有人排隊 在等著投幣 而且一口氣 一罐 兩罐 三罐 買到雙手都要拿不完了 還滿香的 還滿香的 我覺得跟鮮泡的差不多 喝起來口感 我覺得還是鮮泡比較好喝 販賣機奶茶魅力何在 有人覺得是口感 有人覺得是因為方便 更多的人是慕名而來 加上媒體推播助瀾的報導 販賣機奶茶就這樣一泡而紅 而據業者估計 每台每月獲利高達10萬元以上 精心調配比例 8到10小時的醒茶時間 用高成本的純鮮奶製成 不過實際的製作狀況 卻是 那會擔心它安不安全嗎 還是會有一點擔心 可是會好奇心 就是會找來喝喝看 在大家好奇 嘗鮮的心態下 販賣機奶茶熱銷 不過另一方面 這背後隱藏著的食安問題 突顯了相關單位 該由所把關的迫切性